太湖水位居高不下 水温监测人员 精确测量入湖流量 紧盯水位一丝一毫的变化 传速稍微慢一点点 好 收到 好 现在传输可以 好 收到 为了尽快降低太湖水位 水利设施全力排红 降低防御压力 设计流量是400个流量 现在已经达到464万 已经是在超设计在运行 欢迎收看 经济半小时 护生股市今天仍然没有出现 办法 报告显示地产企业的资金链 已经相当税 在第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 融金难的问题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雨飞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 系列报道抗洪的日子 我们要去看的是太湖 太湖流域也是今年全国防汛的重点 而在这里有一群水利人 他们最近所有的工作 其实就是两个字 水位 他们为太湖水位上涨一厘米 而牵肠挂洞 也为太湖水位能够下降一厘米 而辛勤努力 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抗洪经历 7月的第一天 强降雨席选太湖流域 周边河网的大水涌向太湖 导致湖水开始快速上涨 7月2号 太湖水位超过4.5米 7月3号 太湖水位达到4.65米 这标志着即1999年的大水之后 16年来太湖流域第一次发生超标准洪水 7月8号 太湖水位又身高到4.87米 比防洪控制水位高出1.51米 太湖流域的河网 有45个河道水文站和潮位站 超过警戒水位 其中18个站点监测的水位 超过保证水位 全流域共有6个大中性水库 超过巡旗限制水位 太湖拉向了全面防汛的警报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防汛抗汉总指挥部 设在太湖区7楼的一间办公室 局长叶建春 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星期 每天随时紧盯太湖水位的变化 随着汛情的发展 他悬着的心也快提到嗓子一耳了 这是一张我们统计的 从4月1号到7月8号流域的 降雨时空分布图 这个蓝的就是多年平均的降雨 这个红的就是今年的降雨情况 这是一个区 湖西 五层西渝 这些包括太湖 这个是明显的 要比多年平均要高 就这点降雨如果是均匀分布 它不会长这么高 就因为下的这几个地方 所以太湖水位长得比较快 最让叶建春担心的是 就在7月9号这一天 今年1号台风尼泊特 在福建沿海登陆 台风如果过期的强降雨 继续北上最后来到太湖流域的话 不仅会带来大雨大风 还会提高沿海的潮位 风雨潮加上太湖 本就十分高的水位 这会给今年太湖防循 造成重大威胁 我们现在关心就是这个台风 继续往北走 到底它是往西进江西 还是说往北 往北如果进入太湖流域 风的现在影响国际不会太大 因为它这个风不断地减落 担心的就是雨 已经在这么高水位的情况下 如果再有降雨的话 那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了 7月9号这天的太湖流域防循会商 从上午9点半开始 已经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面对严峻的防循形势 太湖管理局防循办副主任梅清 在会议中几度抬高声音 和同事们商讨下一步的应对办法 从6月28号到7月3号 短短6天时间里 根据汛情发展 太湖管理局已经将防循应急响应 从三级提升到了一级 但太湖的防循难度 仍然在步步加大 最让梅清揪心的是 如何敢在强降雨到来之前 赶紧把超标准洪水排走 今年的超标准洪水应对方案 也是针对如何把这些 太湖流域的 我们现在有将近90亿发水 怎么把这个水要排出来 把水位降下去 我们太湖洪水一涨来消 每天最多可以涨20几公分 但是降也就降 最多也就降4-5公分 7月10号下午2点 一个好消息传来 台风尼伯特登陆之后 由于风势迅速减弱 中央气象台停止了 对它的台风编曝 果然 让太湖管理局最担心的一幕 并没有出现 但是讯情依然严峻 记者在太湖和水位监测点之一的 大舖口看到 行船时掀起的风浪 足有两三米高 今天是7月10号 我这里是在太湖流域的江苏无锡 今天太湖的平均水位是4.85米 超出了警戒水位1.05米 距离历史最高水位只相差12厘米 那么为了尽快地降低太湖水位 太湖流域管理局想尽了一切办法 在抢排太湖洪水 今天的太湖水位呢 就比昨天下降了一厘米 不要小看这一厘米 对于水域面积为2338平方公里的太湖来讲 水位每下降一厘米 就意味着至少要排掉 2000多万立方米的洪水 这相当于一个中型水库的库容量 眼下 每一厘米的水位都对太湖至关重要 这时候更需要精确的水文数据 为房具调度提供可靠依据 7月10号下午3点钟 于小亮为了拿到一手的水文资料 正敢往环太湖流域 位于宜兴市的陈东港大桥 准备现场收集数据 此时他已经得知台风的变化 但这并未能让他松口气 陈东港是太湖上有南西水系 入湖的主要河流 于小亮和同事们 在这个流域周边步了14个点 他们的工作任务 就是测出7月10号这一天 进入太湖的水量 你们走航的速度 传输稍微慢一点点 好 收到 好 现在传输可以 好 收到 水面上这个橘色仪器 是新进的走航式测流仪 拉着它从陈东港大桥 断面的一边 航行到另一边 就能测出整个流量 并实时将数据 传送到于小亮的电脑上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陈东港大桥上 出现了另一个身影 他拿着传统的悬碑式流速仪 也在桥头监测水流 曹寇英和妻子是宜兴市水温站的双职工 三十多年来 一年365天 两人从没间断过水温监测 但今天老伴身体不舒服 没能来 这给曹寇英的测量 增加了一些困难 因为他的手 就曾经被闯入的船 拉伤过 上次有一次 我的手都皮都撤出来了 我赶紧拉 拿他的力气打 这全都是老茧子 对啊 全都是拉绳子拉的 对 曹寇英每测完一个点 都会记下一组数据 等他回到单位之后 拿出这些数据 通过计算得出最终的测量结果 再向上汇报 虽然他使用的是传统的测量设备 但曹寇英毫无懈怠 认真地工作着 都要凭良心吃饭 这就是啊 这是关乎多少老百姓的这个 对对 对对 不能呼呼 对对 这个也不能掉下去 那边船来了 马上我要赶在他船上来去 打一个点 为什么 他这个船走 河岛行船会干扰刘素仪的工作 影响流量数据的准确性 曹寇英 立刻拉出流速仪 等待船只通过 而这个时候 雨小亮 已经整理出 太湖西北方向的入湖流量 14个点站加起来 一共是每秒 796立方米 因为796立方米每秒 然后一天 一天是8万6400秒 然后乘起来就是6000多万方水量 太湖的面积是2338平方公里 应该是3公分左右吧 进来的水最少是3公分 对 光我们这个区域 雨小亮拿到最新的数据 回到监测中心 已经是晚上8点钟 整个大楼里灯火通明 水文监测部门的楼层里 全亮着灯 开着门 大家把今天各个方向 测到的数据 进行了汇总 最后递到中心主任 高一的手上 流量还是比较大 对 中约 我不知道流量 对 我们796个流量 对 控制不住 上面的水也还是不得了 对 所以那个台湖的水位 还是降不下来 对 如果今天晚上有产雨的话 我估计还得熟到 行事跟人体 晚上10点钟 工作人员开始树立 第二天 需要上报的应急监测信息 在电脑键盘旁边 记着发现 上面贴着仔细 专注 认真六个字 在这群专业的水利 工作人员的内心 他们更懂得 这些数据 净确到小数点 之后的意义 像接力一样 7月11号一早 最新的数据 汇总到水文局 林河娟 目不转睛地 注视着系统内 130多位同事 以外监测的数据 和拍摄的实地图片 在他的眼里 这一个个人头图标 就是同事们 在水文监测 一线的摄影 是怎么走的 就是蓝颜色 就是一个常规巡测 这个绿颜色 就是对表一个 应急监测的人员 还有一个是 成颜色 是一个防循工作组 就一个呢 是对我们预报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就是说 我们预报 可以考虑到 这些风红的 那个因素在里头 这样的话 使得我们的预报的 结果更加准确 因为10号晚上 太湖水位 依然居高不下 林和娟又没回家 她的床 就是办公室的 这张沙发 简单的洗漱用品 就摆在书柜上 家里有明天打过电话吗 有 女儿在家 一个人 她爸爸也去防循了 一个人在家 她说 你几天不回来了 她也是 对 她也是我们单位的 在机关 她正好这次 防循工作组出去了 然后我一直在这里 那我看桌子讲 还是早餐吗 早餐 对 这个 今天早餐吃了一半 没来得及吃 因为要去会商 预报啊 什么东西 也结果出来 所以就吃了一半 就留在这里了 每天林和娟的团队 都要搜集测算 300多个关键水文数据 从7月3号 太湖防训启动 一级响应 到7月10号 这8天里 林和娟他们 已经为太湖防训 提供了30次 精准的水文预报 能不能尽快降低水位 使目前太湖防训 的重中之重 即便是到了午餐时间 太湖管理局 防训指挥部里 大家仍然一边吃盒饭 一边讨论讯情 在掌握了各级水文 迹象数据和实地调研后 指挥部再次完善了排虹方案 就是我们这个大的格局 这个叫北排长江 东出黄埔江南面排杭州湾 利用太湖进行调取 那么在外面一圈呢 就是沿长江有很多的泵杂 在大力地往外排 这个沿杭州湾 这里也有一排 有泵有杂 也往外排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呢 就是尽量地减少水再进入太湖 那么今天我们去看了 这个东岛流 湖州这个地方 它往东把这个水排到这些地方 通过这些河网 尽量地往南排到杭州湾 减少它入太湖的水 那就控制太湖的这个水位 通过介绍我们了解到 眼下降低太湖水位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通过泵站闸口 尽量加大洪水外泄的流量 然而由于天然的水文地质条件 太湖防汛存在入水多 出水难的问题 那么太湖沿线的各大水利枢纽 能否高效运行 落实太湖管理局的防汛战略呢 我们再到苏州望亭水利枢纽 去看一看 今天呢是7月11号 我身后呢 就是位于苏州望云河上的 望亭水利枢纽 望云河呢 是一条连接太湖到长江的 60公里长的河道 所以望亭水利枢纽 就成为了太湖泄洪的重要通道 从今年的4月16号开始 截止昨天的7月10号 望亭水利枢纽 累计泄洪量达到了13.97亿立方米 这样的一个排放量 相当于把整个的太湖水位 降低了近60厘米 太湖的主要泄洪通道 北向游望渝河 经长江入海 东向京太浦河 由上海黄浦江入海 6月7号13点40分 当望亭水利枢纽的流量 达到每秒227地方米的时候 所长周滨 接到太湖管理局指令 将九口闸门全部开启 全力泄洪 然而 每个闸门都是周滨 悬在心口的一块巨石 我们当时这个望亭水利枢纽的设计流量是400个流量 现在已经达到464了 已经是在超设计在运行 我们为了保证它这个在超车这些标准下的运行的安全 我们加强了观测 以及巡视工作 保证我们工程在大流量协用之下 也能保证工程的运行安全 除了保证望亭水利枢纽自身的安全运行 这里的管理人员 还要随时关注金航运河和长征的潮汐 以及望亭河下游的水情 防止出现下游水位抬高 导致河水倒滚回太湖的情况 有两个影响 第一个就是我们长属水利枢纽 如果在泵排期间 如果说它这个流量比较小的话 整个灵桥水位会短时间的会上升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经验判断 因为它是抽潮汐影响 我们会判得出来 第二个就是短时间的下游地球们强强水 如果说短时间暴雨的话 也会使望亭河的水位抬升 我们会能出现一个 望亭河水位会倒流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必须24小时密切监视这个水位情况 忙碌的周滨 这时接到一个电话 位于水利枢纽下游的望亭电厂取水口 前段时间闸门被淹 已经被河水浸泡了多日 需要加强巡视 因为这个电厂 直接负责给望亭枢纽的起炸机供电 所以他们立刻带上一个同事 静止赶过去检查 我们主要是对一些配电 最主要是配电 配电测试 就是如果说电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一点办法都没有 如果说有机械问题的话 我们还会被抢修 像你们一天要这个地儿过来几趟 一天都拿一趟 每天都来 经过检查 确认了配电箱和起炸机都能正常运行 周滨这才松了口气 从闸口出来 他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逝 刚回到总部大楼 他又接到一个消息 部队首长要来了解巡情 周滨顾不上休息 马上开启准备 五分钟一个数据在靠动 这个水费数据实施 就是一秒钟会靠动一次 这个流量数据是五分钟靠动一次 所以说我们这个数据采集是靠动采集 自动采集 这个自动采集 这个采集 这个水费比这个还高了 就排不出去了 那我们现在排水今天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就关掉 所以他们这些人平时要求是 睡在这个地方 或者住一半尺 就是要卡牌的时候 一发现有机位排 试察结束后 周滨登上楼顶的天台 望着滚滚外流的洪水 他希望眼前的太湖 能平安度过这一个迅气 他们过来以后 我心里就踏实了 后面有紫冰冰在后面 支持我们 随着夜幕降临 仅有八个工作人员的望庭树立枢纽管理所 又开始了一天离另一项重要任务 寻滴 望庭树立枢纽的滴房 闸坝等工程 最近一直持续高水位运作 如果这里出现险情 将影响到整个太湖的泄洪 周滨把同事们分为两组 每组只售四个小时 他自己和另一个同事 分到了最难熬的夜里十二点到四点的时段 深夜里 寂静的大地上 只有吸缩的脚步声和手电筒 发出的微光 我最希望太湖水会尽快站下去 有些职工已经有半个月可能没回去了 可能半个月没回去了 一直在现场 7月12号上午9点半 由太湖流域管理局房总 水文局和上海气象局三方参加的视频会商 如期进行 经历了三天72小时 全力排水泄洪 今天 他们终于迎来一个好消息 我们这个三天时间应该抢到了 我们采取了应急的应对措施 加上我们望雨河 太普河的全力泄洪 运河的水位在下降 居月也在下降 现在太湖的水位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昨天降了一公分 按照现在最新的数据 9点之后数据是4.84 降了两公分 所以你们的预告 对我们这个三天排水 是我们抢到了 我们采取了几次 所以效果应该很好 前面我们看到在统一协调调度下 太湖沿线的水利枢纽全力抢排泄洪 降低了太湖水位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其实由于地势低洼 河网纵横 加上下游潮汐的影响 太湖周边的苏南地区 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排涝难题 我们再到位于太湖流域上游的江苏宜兴 去看看那里的情况 进入7月份 江苏南部地区出现暴雨 特别是苏南的兴兴 从7月1号下午5点 至7月7号下午3点 平均降雨量达到283毫米 最大站点徐舍站 降雨量达到396毫米 这一下把宜兴西九河的河位 推高到5.5米 超历史最高水位0.26米 宜兴的位置它很特殊 它位于太湖的湖溪 就上面 这一个叫南河水溪 南河水溪经过宜兴入太湖 它这个入湖水量 占到太湖溪水量的25% 所以它上面有水下来 然后下面如果太湖水位高了以后 它有一个顶托 所以它宜兴是架在这两个中间的 宜兴一方面要承载上游 4700多平方公里流域面积的下泄洪水 另一方面又受到下游太湖高水位的顶托 两面夹击 险轻还生 7月4号 宜兴阳港镇的西河老街 因为地势较低 被曼迪的洪水和从下水道道关过来的河水淹没 武警部队出动300多人紧急枪减 对于水曼国阶段的地方 首先采取分堵水位 第二步对防务周边出现下水道关影 和防务周边出现关影的地方 实施捆扎危言 防止关影出现 面对险情 武警官兵扛着沙袋 迅速加工一道子堤 挡住曼国堤面的洪水 为了抓进筑堤 满身污泥的官兵们 甚至连吃饭时都来不及避雨 站在大雨中五分钟就吃完 投入墙线 西河老街的险情 刚刚被控制住不久 欧林村的神通围 突然出现了一个宽15米的缺口 威胁到了2000多亩农田 1000多亩的鱼塘 和1000多户村民的安全 武警部队和民兵再度出击 手提肩扛 各种墙线装备物资 在湿华的围堤上 跋涉两公里 迅速投入墙险任务 我们现在是先护坡头 先把直桩 把所有的桩 把这个坡头护住 用钢管把它连接出去 打完枪手架 再在外围打一盘木桩 打完木桩以后 在里面再填土 最后合拢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用的船 在中间把它合拢 我们争取 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它合拢掉 由于缺口大 水流急 木桩无法固定 武警官兵 系上救生绳 跳入河水中打桩 260多名武警官兵和民兵 为偶林村 搭起了一道血肉之强 为村民安全转移 赢得了时间 官兵们紧急救援 帮助村民们 渡过了洪水来袭式的危险 不过 现在对太湖周边的 受灾地区来说 最大的难题还是牌烙 我这里是在江苏省宜兴市的立独村 虽然这里遭受大暴雨的袭击 已经过去了多日 但是从村东头的100多亩的农田来看 受灾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看上去像是一个水塘 其实下面已经淹没了 三四十厘米高的经济作物 那么它后面 长势比较高一点的苗木 叶片都已经枯黄了 漂浮在水面上 这几天趁着天气有所好转 当地的群众正在千方百计的进行排水 孙超是宜兴市立独村的大学生村官 从他提供的航拍镜头可以看出 前两天这里还是一片汪洋 农田和民宅全都浸泡在水中 让孙超感到尽兴的是 今年五月份 村口建成了薛家独东排涝站 为排涝内涝发挥了不小作用 但现在太湖水位高 为了防止湖水倒灌 排涝站只能启用水泵 24小时不见顿地排水 两千多人的立独村 几乎各家都受了灾 排涝站把洪水排走后 人们都赶回去 打造一片狼藉的家 但孙超却一直没能回家 用最快的速度 把村里的积水排完 是他的愿望 家里也顾不上了 我老家也腌掉了 我老爸让我回去 把冰箱抬上来 我就没工夫 我说算了吧 反正如果腌了的话就腌了吧 我这边重要呢 毕竟我在村里工作嘛 紧挨着孙超的水泵 还有江苏省防御防汗抢险中心 派出的一支抢险队伍 他们赶过来 为立独村的一家电缆企业排涝 几天前 几米深的积水 通过醒目的泵盏抽筒 排挤了云爱河 一个简陋的工棚 两张破旧的梁席 就搭建成了一个临时泵盏 过去十几天来 他们24小时 一刻不停地抽水 但随着洪水冲出来的工业废料 给他们带来了不小麻烦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 它上面覆盖一层拉丝油 那个拉丝油 其实它那个就是一个签 上面就是体 就是那个腿脏 我们回去的话 就或者是在里面清洗的话 就用洗碟筋都洗不掉 其实后来我们自己 像我们年轻人自己查看一下 其实就是一种签 其实对我们一个同事 他那个腿脏 就是已经过敏了 排老一线强险的紧张和坚信 换来了村民们的安稳 记者来到关林镇 丰益小学安置点时 几位上了年纪的志愿者 一边给乡亲们送喝饭 一边发放矿泉水 其中年纪最大的奖庆书 今年已经80岁了 您在这个就该点 10天了吗 10天了 好的 那个这位老先生 他是我们安置点成立 第一天 第一天他就过来帮忙了 一直到今天是第10天了 大家也都就在义务的工作吧 也是面对一些老百群中的情绪啊什么 都他们有他们在能处理的很好 比较有经验 丰益小学最多时 接纳了300多名临时转移的村民 现在洪水退去 三分之二的乡亲们 已经陆续回家 上军书兄妹俩 已经陪着奶奶 在这里住了10天 他们终于也盼来洪水退去 刻意回家了 在这里好玩吗 好玩 好玩吗 烧币 烧币 说话 好玩 对 好玩 这段的安置于点的生活怎么样 生活蛮好的 蛮好的 他们等我们也蛮好的嘛 你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回家了 这段 今天我们就要回家了 为了通过太湖水道 尽快降低水位 水利部门依然在全力以赴的 打通排红的闸口 管网 这是一个太湖流的主要通道 刚才说入江 入江的通道啊 你看从苏州再开始 它这里面还不是很全 刘河 这个旺渝河 这个叫白出港 这个新夏港 为一群酒球湖 建别 就从正江到苏州的沿江口门啊 我们比较大的口门 比较大的口门有十个左右 平均每天的流量是两千个流量 张静松告诉我们 即使十几个泄洪的闸门全力排水 但太湖水位要降到警戒水位3.8米以下 即使在不下雨的情况下至少还要四十多天时间 而现在又正值七下八上的重点方寻期 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个从目前来看 我们我们的降雨 降雨还没有结束 就这两天还在下 再一个呢 我们还在煤雨期 就什么时候出煤 现在也没有也没有出发 然后呢 经历的台风才有一个 我们一般的像江苏受台风影响 每年大概有三四个总是要有的 所以我们继续做好这个防大训 抗大训的这个准备 连续的降雨过程 给太湖防汛加上了层层的压力 据江苏省防汛防汉指挥部的预测 长江下游 太湖等河湖高水位呢 还将会维持较长的时间 太湖流域的防汛工作 仍然要立足于打一场持久战 由于太湖流域特殊的地理水文特点 这场战役的重心 仍然是在于如何保证权力降低河湖的水位 为后期可能不断叠加的防汛压力 预留出空间 这就意味着水利工作人员 还要继续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继续保持水利设施的科学调控和高效运行 从而争取抗洪行动的主动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